护士林 有个休日小川 下面一排全都是门店 应该是刚装修的 长鱼面 长鱼面是什么面 便利店 几乎 这一边有12栋楼 每一栋楼下门都是有很多的便利店 每一栋楼的下面都会变一变 吃饭的地方 还是非常的方便啊 看这边群山环绕 风景非常的不错 这前面是个 这什么呀 废弃的厂房吗 吃个汤包吧 来的汤包吧 来的四只的 四只的啊 四只的 然后来个粉丝汤了 行 在这吃 在这吃 行 好 还可以加糖 没事 好 谢谢 吃上饭瞬间就感觉到元气满满 丁氏汤包 来这里住的朋友一定要来品尝一下 这个丁氏汤包 非常的好吃 喝上一口汤 非常的香 尤其是它那个鸭肝 太好吃了 它这边的辣椒是咸的辣椒 因为我们的辣椒是不放盐的 之后这一周 酱水量 南京的酱水量都在80%以上 所以说今天 我决定咱们逛完沾园 启程返程了 然后今天我们还是要 走大概300公里左右 我是想 咱们到洪泽湖 洪波斯达淡水湖嘛 然后啊 我下高速找一个 风景优美的地方 咱们就在车上过夜啊 单元我们到了 金陵第一远 那个网上预定的是刷身份证可以进吗 可以可以 搬个这 关你关你 一进来就是这个太平天国历史陈列 这也是个太平天国的一个博物馆 看看这个青砖石 有那个当时用的套 咱们看看 一进门就是 洪秀泉的这个标项 农民企业 领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平天国的竹山和战袍高级将领的配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祖宗盛 大战薄阳 从曲极庆 朱元璋大将徐大 克服大都 决胜末碑 威震于宴 赐于家地 朱元璋把詹缘赐给了徐达 徐达跟朱元璋也是同乡22岁 朱元璋在家乡招兵买马 徐达气农从军 朱元璋的一员大将 徐达策马冲锋徒 被朱元璋称为万里长城 元顺帝小皇帝 元朝的最后又人皇帝 徐达的军队真是变化莫测 徐达只要一出战 元军就节节溃败 这应该是无花果树吧 这乌寒亮的灯啊 江南四大园林四大明园 南京第一园林 假山啊瀑布啊流水小桥 非常清澈啊这是 小亭子 看看这个小瀑布 假山呢也是错落有致啊 不愧是江南四大明园之一啊 住在这么大的园林里边 天天早上醒来都是一种享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个的假山好漂亮 下面好多经历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哎呀妈呀果真有点害怕呀 哎呀 这还有个洞啊 这能下去啊 看那边有个机器堵住了 大家看一眼 这个机器堵住了 哇 这是还能往上走呢 啊 登上了假山 啊 这边还有坏路 这个假山可以了啊 可能在山顶 通往假山山顶的路 山顶 山顶绕一圈啊 还挺高的 哥们儿 我现在登上了 沾元的假山最高峰 沾元峰 你说我现在登个假山 站在这个高度 我都有点恐高 我怎么去造访那些名山古叉呢 哎 我发现了这儿有个洞能进去 咱下去看看 好像是从这走 对 就这里